我們來預計的表演跟大家說一下 來 這一次就是透過一個叫做 典美文化基金會幫我們重畫的這個 一個活動在8月28號 不過它比較奇怪一點 它是早上場 它是在國家音樂中的小演奏 然後就是 一些身心障礙者的一個才藝表演的動向 你講得太多了 你一點都那個 郁翔是我們團裡面的音樂數值最高的 對 為什麼當那個悲哀先割這麼久的Solo 因為歌太短了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大家在電團室上演說 郁翔Solo不行Solo 郁翔你可以Solo多久 可以很久 那就給郁翔吧 對 好 所以 一點都無障礙 我們才有障礙 OK 那下一首 OK